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呢 代中有三颗篮球 两颗绿球 从中呢 每次认取一球 共取三次 如果呢 每一颗球被取到的几率相等 请回答 下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问说 取后如果可以放回 那么取出三球都是篮球的几率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啊 我们学过这个事件发生的几率呢 就古典几率的概念来看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样本空间的样本点数 分支呢 事件的样本点数 那当你取三次球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呢 把球给他编号好了 如果蓝色 还是有这个蓝一蓝二蓝三 绿一绿二的话呢 你取三次 而且每次都放回 可能取到的状况 总共就有几种呢 是不是就等于有五的三次方总 而其中呢 都是要取到蓝球的话 就是只能从蓝一或蓝二或蓝三里面去取到球 所以就是三的三次方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二五分之九 好 这是一二五分之二十七 对不起 好 那这个是呢 一种看法 但是呢 请大家想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不是已经学过这个几率的惩罚法则了吗 也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我们取出三个球是分三次的状况下的的话 我们可以呢 把状况拆解成这样子 就是A事件呢 是第一球是篮球 A事件是第一球 是篮的 篮球 然后接下来呢 B事件就是第二球呢 是篮球 C事件呢 则是第三球 是篮球 所以当你说取出三球都是篮球的时候呢 代表的意思是说 A交集B交集C呢 发生的机会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成是 A发生的几率乘上呢 当A发生的时候 B事件发生的几率在乘上呢 A事件B事件都发生的几率 的前提下 C事件发生的几率 全部乘起来 那就变成三个几率相乘了 那三个呢 A事件发生的几率就是 第一球是篮球 这个五个里面取三个 这没有问题嘛 就是五个里面呢 取出蓝色的 有三个 所以呢 当然是五分之三的几率了 那在A事件 发生的前提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呢 也就是你取完了第一颗篮球取出来了 可是呢 现在又放回了 因为可以放回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很有趣 诶 几率就变成怎么样呢 就变成还是五分之三 因为呢 里面还是五颗球 里面有三颗篮球 所以抽到篮球的几率 还是五分之三 那抽完了第一次第二次 AB呢 这个抽完了以后呢 第三次你要抽出这篮球的几率呢 还是一样啊 是五分之三啊 对不对 因为你都可以放回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几率呢 也是一样 是一二五分之二十七 你有没有发现 上面呢 是就一个最基本 把它当作单纯一个事件来看的时候 你也可以算出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的样本点就要算得比较多 那如果我今天把这个状况分成三个情形 把它变成是一个惩罚法则的概念去算的时候 也可以求出这一题哦 希望你两个观念都可以有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学过惩罚法则 所以第二题我们再应用一次 如果今天取后是不放回的话 也是一样 我们就要求的是三球都是篮球的几率 那就是PA交B交C了 那我们知道呢 PA乘上呢 以A为前提 B发生的几率 在乘上呢 以这个A交B为前提 C发生的几率的时候 第一个A发生的几率还是五分之三 但是呢 当你今天是不放回的时候 你已经取出一颗球 然后有五分之三取出来是篮球 所以比如说我们已经取出一颗篮球了 剩下两颗篮球 四颗里面剩两颗篮球 所以这时候你抽到篮球的几率 第二个 好我们这边呢 用换个颜色 我们要算这个的时候 几率就变成多少 是四分之二咯 对不对 在取到一颗篮球的状况下 然后呢 第二球 而且不放回 那第二球呢 也是篮球的几率就变成是四分之二了 然后再来呢 如果我们现在第二球也取掉了 再剩下最后就是 当你抽到第一球是篮球 第二球也是篮球的时候 第三球是篮球的几率 是不是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呢 所以我们这样子一算的结果 三跟三这边约掉 这边是二分之一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答案就是十分之一 OK 所以啊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用 这个 呃 惩罚法则的概念呢 去求这个几率 所以我们回头再想一次 你可不可以用事件的概念去求呢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怎么求 就是呢 你如果不放回的话 连取三颗球的状况就是什么 就是批五取三嘛 在五颗球当中取三颗球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三颗都要取到的是篮球的话 就代表呢 是在三颗篮球内里面排三颗 所以就是五乘四乘三 分之三乘二乘一 计算一下 发现什么 约分约分约分 所以呢 得到的答案也是十分之一 这两种角度 请大家常常要会转换 然后一个是呢 直接从单一事件的角度 然后另外一个呢 则是从几率的惩罚法则 只要呢 它可以被你拆开来看的时候 这两个角度 你都要很熟悉 这两个角度